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日發生了一宗特發消息 講緊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因患白血病和合併多個內臟器官功能衰竭 搶救無效 在二零二年十一月三十號十二點十三分 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六歲 我們一齊睇睇睇他的生平簡單地和大家回顧一下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先 中國官媒新華社在十一月三十號公佈江澤民去世的消息 自從他無再擔任公職以來,他的健康問題其實一路都是大家公眾所關心的焦點來的 亦都有人是經常傳他病重、危殆、甚至乎去世的消息都有傳出來的 而他每一次公開露面的狀態,亦都會被媒體和公眾很仔細地去審視 在十月所召開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江澤民就沒有好似之前幾屆露面的 而當時已經有不少人再度關注他的健康狀況 他生前是除了習近平之外,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1989年鄧小平就用了他去代替六四事件下被迫下台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之後 他致下中共不斷加強對權力的控制,而工程師出身的他 亦都逐漸擁有了左右中國政局的能力 雖然他在2004年已經卸下了自己的官職,但影響力仍然都很大 而其實每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就以江澤民為例,媒體就說他個性十足 是可以掌握到英文、俄文等等的多國語言 而在音樂上亦都是有一定的操藝 亦都不介意間不中顯露自己的真性情 他曾經在訪問美國時,很自信地唱經劇彈結他 和知名的美國記者用英文譚笑風生 亦都試過發怒,好像是跟香港記者說他太天真 而作為一個中國領導人,他指導中國走過了一系列 好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化 他作為期間,中國是一個落後國家 轉變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和西方的關係亦都是有大大改善的 他指推動中美關係,走出天安門鎮壓之後的低潮 帶領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化市場改革 開啟了中國式的經濟起飛 亦都是有見證香港和澳門的主權移交 即是回歸回去給大陸那邊 而外國的媒體就說江澤民是一個改良者 就不是改革者,他主要的目標是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革 去確保中國共產黨未來的前途 而他的批評者就說他只是注重經濟 就忽略政治改革,而且過於去注重自己個人形象 而在他在位期間亦都是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 對台灣的立場亦都是強硬的 而江澤民最近一次在公眾面前公開亮相 就是2019年10月中共見證70周年 閱兵儀式上,當時他看上去已經有點虛弱 而當日在兩個人的參乎之下 就和習近平、胡錦濤一齊慢慢走到天安門城樓二層的前排就座 在幾十分鐘的過程中,他大多數時間都是戴著太陽眼鏡 坐在為他專門設置的座椅上 和樓下所走過的受檢閱部隊和遊行群眾幾乎沒有互動 而抬著他的大幅肖像和象徵他政治思想的三個代表標語方鎮走過時 亦都未有做任何反應 這距離他登上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位置正好三十年 1989年的夏天,中共派出軍隊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聚集的請願學生 而當時主力政治改良的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就反對鄧小平的指示而被迫下台 而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 就被鄧小平選中 一躍成為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之後的三十年間,他由一個不給外界看好的過渡總書記 一步步逐漸掌握軍事、政治、人事等等各項權力 成為鄧小平勢勢之後中國最有權力的人 我們現在再睇一睇他的生平 一九二六年,江澤民就在江蘇揚州出世 十三歲時,他的叔父中共地下港元江上青 就遭逢以外去世,失下無止 江澤民的父親就將他過繼了給江上青的遺商 吳越興,但是去到一九四六年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大陸交戰時 就讀在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的江澤民 就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參加工作之後的初期,江澤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國外生活 曾經在莫斯科的一間汽車製造廠受訓 還有在羅馬尼亞從事外交工作 而受到江澤民認可的傳記 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入邊的作者就講到 江澤民的國際視野就在這一段時期是開始形成的 而在他接任中共中央最高職位之前 他從來未有過處理全國事務的經歷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江澤民就成為中國電子工業部長 隨後就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無論是擔任技術官僚還是主政上海期間 江澤民的工作都未有引起過太多的注意 他自己亦都無顯露更加多政治野心 而在江澤民傳入邊,江澤民的好友沈永年就透露 江澤民曾經是計劃退休之後 回去武校上海交大去做一個教授職位 回歸學界,而推動他走入權力中心的 就講緊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六四事件,而正當北京的中國領導人 在想緊怎樣處理學生示威者佔領天安門廣場 而談緊對策的時候,江澤民已經在上海平息了類似的抗議 關閉了一家他認為會煽動抗議的報紙 而且在對學生發表講話期間 用英文背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 令到這些學生都好震驚 他用這種不動用武力的情況下 就平息了示威的處理手法 給到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 是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而在六四鎮壓完之後 鄧小平就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中 最終他選擇了和強硬派一齊了 就清洗了那些自由派 亦都任命了江澤民做黨的總書記 而事實上就確定了他這個接班人的地位 而江澤民在接受他這個改變一生的人事安排之後 亦都講了一句 狗利國家生死矣 喜恩禍福被趨之 這句這樣說話 而在上任初期外界對他的政治生涯就不太太好 上海的一些人甚至乎是將江澤民比喻了一個花瓶 說他花架子太多 沒有實際內容 甚至乎很多人認為他只是一個過度性的人物 還有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對他 是平頭品足出言黑薄的 說他大眼鏡又說他性格又說他條褲優到好高 都成為一些關注的焦點 很多人甚至乎是想將他描繪成為一個外版的官鳥 但是江澤民用行動證明給他看他們錯了 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 中共黨來派系鬥爭是未有停止 就以中共元老陳雲為首的保守派 就主張走計劃經濟路線 和支持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鄧小平之間 一直就中國以後改革開放 和經濟建設的路線存在分歧 而江澤民就在兩派之間搖擺不定 甚至乎試過趨向保守 他全面改革宣傳機器 向全國傳遞出自己的訊息 即是說是爭取更大的 民主運動就不會得到一個容忍 而鄧小平擔心改革的步伐會放慢甚至停滯 亦都是開始對江澤民的執政方式表示疑慮 去到1992年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一路參觀一路表態 但是去到珠海又召開了一個 由兩位軍委副主席參加的軍事會議 在會議上鄧小平就沒有講到軍事 反而就強調 邊個不改革邊個就落台 就向江澤民做了個施壓 而感受到這股壓力的江澤民 決定全面支持新的經濟改革政策 而中國亦都是可以實施 在政府嚴格控制之下的市場經濟改革 而去到1993年 江澤民正式就任中國國家主席 成為集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三項最高職務於一身的中國領導人 而去到1997年2月鄧小平去世 江澤民已經有足夠時間 站穩陣腳 而且在很多重要的崗位上 亦都是安插了來自他自己上海的親信 其中亦都是包括了 翌日會成為中國政府總理的朱鎔基 還有就是做到國家副主席的曾慶紅等人 而且亦都是擁有更加之多的政策決定權和主導權 而在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 朱鎔基曾經擔任上海市長 兩人在位時期經濟改革 成為江澤民時代中國最大成就之一 中國經濟幾乎所有領域都推行改革 改革國企、放寬匯率管制、放開房地產市場 實施分稅制、加入世貿 中國整體上就向市場經濟的方向賣出了好大的一步 亦都是由此開啟中國歷史上發展速度最高的20年 而江澤民在外交上同樣亦都是做了幾大的貢獻 在確保自己在大陸的穩定地位之後 試圖上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而且是好樂意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背景 去吸引國際社會的注意 在六四之後 中國就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制裁和封鎖 但是修復中美關係 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好重要的 他曾經多次提到對美國關係的原則 即是說要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 同在位期間亦都是多次訪問美國 這樣做它是促使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是深化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 但是在江澤民時期中美的關係 同樣亦都是經歷過幾次驚險的磨擦 但是都算幸運是可以平靜地收場 在1995年 當時的台灣最高領導人李登輝就訪問美國 成為台美斷交十七年以來第一位訪美的台灣最高層官員以作為回應 當年解放軍就在台灣海峽連續幾個月進行一個軍事演習 發射導彈、引發台海危機 在美國指派兩艘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之後 這個局勢才叫做可以穩定得到下來 去到1999年 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轟炸南聯盟的行動中 有五顆GPS制的導彈擊中了中國大使館 導致有三人死亡至少二十人受傷 而中國的北京上海等等的主要城市 就針對了對美國的大規模示威 當時就正值中國準備加入世貿的時期 江澤民就對這種外國示威表示支持 但要求各級幹部注意避免出現一個過激行為 令到局面失控 最終都沒有美國人在抗議活動中死亡 雙方的賠償協議也令北京暫時擱置了這件事 而我想大家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他2000年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 董建華連任這個問題 就問江澤民中央是否陰典了他 那他就有些生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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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張寶華說 就說他自己是一個長者 就有必要告訴你知一些人生的經驗 就指這個香港記者 Too young too simple 這一個這樣的影片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而去到2002年開始 江澤民就開始將他的權力移交給繼任者 胡錦濤 他首先就是將中共總書記的職位交給胡錦濤 然後胡錦濤就在2003年接任國家主席 去到2004年的9月 江澤民就交出了他最重要的一個重要職位 也就是說掌管軍權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位 他都卸下埋了 由這一步開始他就全面推出核心的政治舞台 好少公開露面 但外界普遍認為 就算在胡錦濤時代 江澤民仍然是一個好有影響力的人物 好了來到這裏 其實就已經是好簡單的 同大家看了一看江澤民的生平 今集同大家就看到這裏先了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拜拜